你今天看起來氣色紅潤 然後嘴唇也沒有什麼發白的這種 還可以 那還會笑 所以小孩是在別人家 對不對 張大哥他現在也會笑 會笑的話 應該問題都獲得解決了 你的方法是什麼 我的方法就是有一趟 有一次我去美國 我的一個好朋友 他推薦了一個美國的助眠神器給我 美國助眠什麼 助眠神器 神器 神器 對 它是一台機器 氣體喔 不是 它是一台機器 然後它開氣以後會產生一個 所謂的白色的噪音 對 一個白色的聲音 那這個聲音的話 它放出來的聲音 你聽了以後你會心情非常的平緩 然後非常低頻的聲音 然後你會非常的 整個腦神經 不會讓你想睡覺之外 也會讓你更集中 人睡覺就是不能有噪音 還去弄一個白噪音出來幹嘛呀 聽聽看 是不是就是這一台 就是這一台 怎麼弄呢 你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就把它給噪音放出來 對 它這個噪音 而且這個噪音你聽久了 你會忽略它 你不覺得它這個噪音 它很適合在你環境裡面 有沒有聽到 電視機前面這樣有聽到 而且它這個聲音大小還可以控制的 對 最小 最大 好像風的聲音 對 就我剛剛講的 好像住海邊的聲音 那這個在美國有一個文獻報導說 有一種音頻是可以助眠的 改善你睡眠環境 這是來自美國的助眠機啦 這種小機器 美國助眠機 因為你要小看這個機器喔 因為其實我們在病房曾經研究過 有一些人喔 比如像廣播人員喔 它聲音為什麼每次你開了廣播 它很容易睡著 因為它就 它有那種天生的白噪音 它講話的時候 比如說我在跟你對話對不對 病人可能躺在床上 它聽了聽了它就睡著了 可是你跟它對話 突然你突然聲音停掉 它就醒來了 就是有這樣的患者 所以它乾脆把它弄成一個智器 我說人很妙耶 原來像這樣的聲音 可以幫助到深沉睡眠 沒錯 我從來 你想都想不到對不對 想不到 可是 因為我有生過小BABY 我知道 在美國有賣一種機器 它是專門給小BABY入睡 因為小BABY很多晚上是睡不著 它是日夜顛倒的 所以呢 那個機器我曾經也有買過 它是像火車這樣 轟轟轟轟轟轟的聲音 我想說 哇小孩要聽到 這個BABY要聽這種吵的聲音嗎 可是的確 它就是聽到這個聲音 對 它就安靜睡覺 安靜就睡覺 三五分鐘它很快就睡著 所以原來人在睡眠中 是需要一種低頻平穩的聲音耶 對 所以你這樣還非得開不可 那你去外面住旅館 出國你不是要帶著它啊 我現在出國帶著它 因為出國 尤其我常去歐美 我有時差問題 所以我帶著它的話 隨時就感覺 我像在家裡面睡覺 對 這樣很小 而且我說這個聲音是不是 萬一 萬一這個聲音一放出來 先生又打呼 那不是就又完蛋了 會不會 這個聲音打開以後 先生打呼 你就聽不到 你會忘了打呼的存在 你只會注意到它而已 好神奇喔 對 那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是在美國有幾年的歷史 它從1962年就創世到現在 已經將近52年的歷史 1962 那比我還老耶 已經世代了 就已經快50年了耶 對不對 至今有四代不同的設計 都跑出來了 然後在知名的賣場啦 Walmart美國 Target這個 美國到處都有 加州都有 對 平價非常非常高 什麼Kmart這些通通都有 Amazon 美國的網站其實也有在賣 那它是什麼 行銷全球的喔 對 這個東西在台灣比較少看到 比較少看到 你一開始我就好想睡覺 就是那個星期是很平靜的 我不曉得為什麼 對 那我問你在美國 有沒有做過一些實驗呢 美國有 他們有做過實驗 就是像一些它在美國的那個睡眠協會 是特別有推薦出來 幫助睡眠的商品 而且是美國睡眠協會一個品類 只會推薦一樣 它就是其中一樣 被美國的睡眠協會有推薦過 對 它是專為睡眠障礙人士 這個推薦的一個可以尋求睡覺的方法 因為你們在檢測 如果說有機會 你們去檢測你們睡眠障礙的時候 是不是會貼有些貼片 然後它會觀察你睡覺狀況 可是它絕對不會給一個很安靜的環境 它給你就是類似這樣子的低頻 然後讓你入睡 你看已經差不多50年的東西 對 所以美國睡眠協會有推薦 我相信在美國方面 他們應該也做過了一些這個實驗 實驗 實驗 可以去睡得好覺 睡得著覺的一些這個實驗 當然我相信美國很多的睡眠專家 應該有研究過吧 有 尤其特別美國一個知名博士 Dr.Bridge 他也是特別推薦的商品 還有那個美國的紐約時報 他還推薦這個是Good Night Sleep 幫助你好睡眠的東西 所以在美國的廣播 ABC廣播 也在節目裡面熱烈討論這個商品 好好好 那你聽第一次你就會睡著嗎 不是 還是不一定要聽個好幾次啊 原則上我是聽了兩三天來睡著 那個好笑的是我第一次聽到 我以為是風扇的聲音 感覺怪怪 我問你會不會有人第一次聽到 反而還睡不著 但是要繼續聽 聽到第二天第三天 才會習慣他然後就睡著了 會不會 會有這種情況 那有的人是 甚至於他平常有帶肯吃藥的 結果他一聽 像我朋友他爸爸就是 他用一用 他自己也有一台 聽一聽 剛剛看電視就睡著了 你會不會是 我可以拜託 你給我